8. 超隱藏土 哈囉!大家好!我是Luka 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做桃藝的黏土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難道是地上的泥土嗎?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實驗 從田裡或花圃隨意拿一些土來捏縮東西 看看能不能順利捏成型 結果並不太順利 因為地球表面上的土 經過長時間的風吹日曬 会渐渐失去粘性 素性变差 无法轻易捏出想要的造型 并不适合拿来制陶 而我们所用来制陶的土 位于地底下数公尺的土层 因各地土层性质不同 使得土的烧结温度 以及烧成后的色泽和质感都会不同 开采时要靠经验来判断 或是采取样本做试验 而开采后的土 也不是马上就能使用 因为泥土中有碎石等杂质 还必须经过洗土 沉浮 炼土 等繁复的步骤才能使用 这些过程主要是将粘土去除堕入杂质 然后经由微生物作用 使土壤更去粘性 最后再经由机器揉压 减少土壤空气 所以制作陶一时所用的粘土 虽然是真土 但也需要经过许多步骤才能使用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 加入粉丝团 可以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